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有一個小粉紅跟台灣人聊天,結果大破防了 在小紅書上發文痛嗆我們台灣人 帶大家來看一下他的貼文 他發了一個小丑的圖片文字配上 咱們聊天就好好聊天啊 非要一個不小心就把話題聊到護照上 綠茶地來了一句 哎呀,原來你們不能去啊 你們怎麼來韓國的呢? 你拿什麼簽證?大哥 我建議你把台灣的護照免簽全球 文在臉上吧 不要明知顧問讓我陪你演這齣戲好嗎? 標記中國簽證 首先啊,這個事情也有可能是你自己 幻想出來的台灣朋友創作文對吧? 用來高級黑中國護照 因為你可能也覺得中國護照不好用 所以你弄這樣的方式 幻想自己的一個朋友來高級黑 前幾天我的Shot也分享過一堆小粉紅 集體擺拍 買房遇到日本人 我在廣東、深圳、上海、浙江 什麼內蒙古買房遇到日本人對吧? 日本人想在丘導買房的 這種事情被我給他 我日本想在重勤買房 當我平安 我平安傷害廣東買了 被我遇到 日本人在北京買房 日本人想在房上買房 想在行中買房 就買房 在門禮買房 在戲裡賣房 不怕買房 你都買 手牌買房 貴中 在警方在買房 我都買 六十幾組日本人 都在中國不同地方被遇到 同一個人買房 台詞、價錢全部一模一樣 不然就是什麼? 小粉紅集體擺拍 在日本、在韓國 暴打在地人 明顯就是創作模板 對不對 而假使小紅書上這件事情 是真的 那肯定是你表現出過 我想統一台灣 台灣是我們中共國的一部分 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的 五星紅旗 領袖 是習主席 是聖上 不然不會有台灣人 會主動先去這麼的諷刺你 如果中共沒有主動想要先侵略 我們根本就不會有 我這個頻道的出現 而且說真的 不要以為很多台灣人知道 中國護照免簽哪些國家 我在翠上面也看到不少年輕人說 蛤? 我還以為中國護照 也可以免簽歐美日韓耶 諸如此類的 為什麼? 因為那篇文章是在跟大家科普說 中國人去日韓是需要準備材料 是需要準備資料的 運氣不好還可能被拒簽 所以下面就有一些 台灣無知的年輕人下去留言 蛤? 真的假的啊? 怎麼可能? 所以啊 如果是基於一些年輕人 對中國的無知才說出 讓你破防的話 那就是你玻璃心了 還有一點啊 台灣護照確實沒有歐美日韓好用 這也是事實 所以你才會反諷 把台灣護照 吻在臉上 但如果今天我們台灣說要去侵略 歐美日韓任一個國家 那自然而然的 就會引起當地人民的反感 我們假使要去 統一日本好了 所以呢 我們要統一日本 我們就會 從文的從武的嘛 對吧? 當然就是先貶低 否定他們的任何成就 當我們惡意貶低說 你看日本通縮 日本房產泡沫化 日本日幣大別 這麼一天啊 我們要收復九州 四國 本州省 自從這個二戰戰敗之後 我們台灣才是日本正統 反正為了統一說什麼話都可以 那自然而然的 日本人就會對我們反感 對不對? 對我們反感之後 他們就會反槍來證明 欸沒有耶 其實我們的護照比你們台灣好用 那如果我們的護照比你好用的話 我跟你統一個屁啊 對吧? 那這個時候我們台灣人聽到這句話 我們破防了 我們說 哦 你們日本護照有多好用 把日本護照免簽權有 穩在臉上啊 哈 笑你不敢 這就是這個粉紅 發小紅書的心態 做不到一百分 你就跟我一樣是零分 所以呢 既然我們兩個都是零分 我還要幫你大肆宣傳 來掩飾 咱們都一樣爛 你怎麼不爽 你怎麼不去嗆你家中共啊 為什麼要搞一對戰團外交 為什麼不再加入WTO之後 開始民主化 開始放權 為什麼八九六四的時候要去鎮壓 為什麼人均始終無法達到三萬以上 讓中國護照更能被系統性的全球接納 當然下面就有留言嗆說什麼 遲早要讓你們換成紅皮護照 這是什麼螃蟹民族心態 還中華民族 叫螃蟹民族好了啦 有人成功往上爬呢 就把他夾下來 我也躺平我也不想往上爬 可是我看你往上爬 我心裡就不爽 把你夾下來 最近還有一個叫做王玉 五十幾歲 在日本居住十八年之久的中國大媽 他跟他老公在日本做進口商品公司對吧 那估計大概率是拿到日本護照 或是日本有居 小孩也在日本讀書出身 那他拍了一條影片 嘲諷日本人小家子氣丟臉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看日本人多有意思啊 我老公在樓下教那些老太太太太極拳 老太太們鄭重其始的幾個人 送給他一套餅乾 裡面只有三塊 要中國人的話 咱們中國人不好意思 怎麼能這樣 惡心老實呢 這中國文化的不同事 三塊萬萬學筆 還得幾個人 答印上字寫上感謝 還得鞠著弓給老師 所以呢 我替我老公美美的吃掉 非常的搞笑對不對 那這條影片啊 被日本網友大翻譯運動 在推特上有100多萬的觀看率 下面都是日本網友嗆他的留言 對不對 我們日本人這麼小氣日本人那麼壞 你為什麼要在日本十幾年 還讓你小孩在日本讀書 學習這種日本人的小家子氣呢 回中國中國最棒啊 其實講實在話 送什麼不重要 重要是心態 心意對不對 送三塊餅乾 你說人家噁心 不然是要送你老公什麼愛馬斯包包 還是什麼愛馬斯家具 還是送你幾台華為手機小米蘇機啊 這是什麼價值觀呢 而且講實在話的 你不爽的 你在嘲諷我其實不是日本人 你因為佔有欲 因為你不爽 你的老公被其他三個女人 送了餅乾 你吃醋 嫉妒心 但是你又不能明著講 為什麼呢 因為你老公教人家太極權 那人家呢 覺得好像可以送一些東西 回饋給你老公 禮商往來 所以這個合理化的行為呢 你不方便嗆 但你心裡又難受 你的情緒價值又沒有辦法去釋放 所以你只好把這個問題上升到 中國人跟日本人這樣就合理化 我可以抱怨這件事情 我又可以炒作 民族情緒 一舉兩得啊 我講難聽點 今天如果這三個日本老太太 送你老公真的是名牌 還是什麼很有價值的東西 我估計你破防的更嚴重 而且他下面的文字還說什麼 中國人大器不拘小節 日本人小器 但是禮儀周全 是啊 多不拘小節啊 996加班 007 才能薪水到56000 67000 像你不拘小節到日本拿身份定居永居 嘴上愛中國 說中國文化多偉大 買到爛尾樓啊 都不拘小節啦 繼續繳房大 說給中共繼續打江山 不拘小節 連紅綠燈多處故障 造成南通校車大巴事件 搶救了一個 已經變成西瓜 知道處都是小孩 還可以搶救五個多小 多不拘小節 昨天我們影片不是提到了江蘇南通 這起大事故嗎 還不知道細節的觀眾朋友 等等可以回去看我昨天那條影片 總之現在中共開始限制家屬在網路上發生 媽媽也說了 我家孩子明顯就已經到處都是了 你到底在演戲四五個小時搶救 李文亮在世嗎 你給誰看呢 我看下面有些網友就在說什麼 檢查你家小孩身上有沒有其他的地方 是被拿零件的 而且他媽媽也說啊 如果中國的一些平台在給我屏蔽的話 我就會上金告預狀 當地政府 織首遮天 我想跟你說啊 我蠻同情你的遭遇 但是千萬不要秉持著一種 都是當地政府的錯 北京中央絕對沒有錯 一定都是像古代那樣啊 聖上啊 北京中央被地下的那些地方官員 織首遮天 所以呢 我要去找青天大老爺幫我主持公道 沒有用 重點是這個體制 北京啊 是有中國各省的 辦公室聯絡處的 辦事處的 那那些辦公室啊 辦事處啊 公用只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當中共中央的官員要去譬如雲南省視察或是舉辦活動的時候 那在北京的雲南省辦事處或是辦公室 他就要負責接洽處理這個這個事情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負責把外省到北京上訪的人 解訪前訪 譬如說一個陝西的訪民啦 在當地上訪無果一直被屏蔽 對吧 那他呢 就搭火車搭高鐵 哦 要去北京上訪 那在北京上訪的過程 你要先經過第一關 就是躲避掉陝西當地政府人員的解訪 公安的解訪 那你逃過了這些 你好不容易到了北京 到了信訪 北京信訪局之後呢 北京信訪局的人也會聽你 講述你的冤情 但講述完你回去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你住了酒店被人家敲門 下面有黑衣人把你遣返回陝西 那這些人是什麼 就是那邊辦公室聽的人 而為什麼他們會知道 因為北京信訪局的人 會打電話給 哦 陝西啊 陝西今天那個某某某 他是不是在你們那邊圍權過 你們怎麼沒有解訪他成功 他已經來到我這邊上訪了 他現在在拿拿拿拿拿 穿什麼衣服在哪 然後把這個資料都發給你們 他住哪個酒店 晚上去把他給我解訪回去 我明天不要再看到他了 常規操作嘛 網路上這幾年流傳出 多少這樣的影片 人都視而不見 田共的台灣人也視而不見 小粉紅更是視若無睹 我們還可以看到有人說 昨天下午就坐在那邊一直流眼淚 中午去花店訂母親節花束的時候 就聽到警察打電話給他們家的店主說 不允許再接訂單到 送花的出師地了 對吧 如果你到那邊就有一輛大麵包車 看著你去送花 裡面全部都是便衣 今天上班聽同事說 他朋友的花店已經不允許賣菊花了 甚至還有網友說啊 昨天很多中共的警察 去的學校要小孩跟老師 不允許討論這件事情 如果有人違規討論這件事情呢 你們可以互相舉報 有講的 這個可能就比較符合 前面那個在日本的中國大媽說的 中國文化 中共文化 其實才是這個 互相舉報 父母舉報孩子 孩子舉報父母 對吧 連聖上 他都被他自己母親給舉報過 我們來看這條留言 小粉紅是多麼的無恥 這個小孩小孩咕嚕嚕嚕 他就說 孩子當場就S了 他我們說是搶救無效給S的 這個叫做理食碗 蠟筆小新投貼的粉紅 他就反嗆 你咋知道啦 你是專業的醫生嗎 你在現場嗎 如果有生存的機會 布拉斯醫院搶救嗎 問號 推特上的照片 你今天只要是一個動物 你只要有兩歲智商 三歲智商的動物 哪怕是貓即便是狗 看到一個人 一個動物的 這裡已經到處都是天女散花 你跟我說 你怎麼知道他還沒有救 不如讓這個理食碗來示範一下 就是讓你這邊天女散花一下 再跟大家講一下怎麼救的活 救活的機率又是多少 有搶就有機會嘛 今天影片到這就結束 喜歡記得點贊 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白早下 見了 掰